蚝子煎 这道菜里的蚝学名叫牡蜜 也称蜜房 是一种软动物 早在清代人们就把蚝子与明花相避美 把蚝子煎比喻为太真之乳 鲜料有鲜蚝肉500克 辅料用圆随3克 鸡蛋 青蒜125克 调料有晶盐15克 地瓜粉250克 胡椒粉适量 首先把青蒜切成菱形状 放入容器中 加入蚝肉 放味精 精盐 胡椒粉 地瓜粉 搅拌均匀 取一只小碗 磕入鸡蛋 打散后备用 锅中放油 下入拌好的蚝肉 进行煎制 这道菜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盛传于厦门 台湾两地 是民间喜爱的佳肴 翻锅时加入鸡蛋液 再继续煎制 然后再翻锅 煎制两面金黄色 中间熟透 取出装盘 撒上圆随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关键是掌握好火后 做到两面不焦 中间熟透 特点是质地嫩糯 气味芳香 鲜美醇厚 atroc剂地 这道菜 最后继续道